缺电危机 因为讲到了越南 其实有很多在过去中国加恩的情况之下 前进到了这里设立厂商 但是整个工厂运作 必须要仰赖水电稳定的问题 目前缺电危机到底怎么有解呢 目前范明正是越南总理表示说 其实去年的缺电危机的确在工业区发生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有所谓计划性的改善 但是日本的商工会议所代表就说 因为现在目前电力不稳的问题是相当的严重 所以未来交货的日期 假设没有办法预期的话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出货问题 甚至有一些伙伴会考虑要撤资 来找到新的生产地 而去年包含了台湾的鸿海 日本佳能力讯三星的电子大厂都遇到停电的状况 估计的损失其实就高达了新台币450亿元之多 这个换算下来是4亿美元 相当于越南一年GDP的0.3% 所以越南政府为了解决问题 这回又走上了回头路 他们开始买煤来似乎希望可以有解决的问题 因为路透社的报道 现在越南政府向外国的企业跟投资者保证说 2024年的电力不会中断 而今年为止在上半年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是 明明高峰期还没到 但是今年1月份的燃煤排放量 已经比起去年高出了7成左右 下一个月份可能还会继续的创高 也因此接下来要面临的是 5月份跟6月份的夏季高峰 但是1月份的碳排已经是如此 所以接下来进一步增加 可能会导致一些环境 或者是未来要符合碳排规放的问题 所以越南政府在供电上 可能也面临了相对很大的压力